在中共軍方高層頻傳出世之際 鄧小平之子鄧蒲方日前在中國殘聯幻界中去職 外界猜測 鄧蒲方五年前曾在殘聯大會上暗諷習近平 如今終於遭到報復 這或許也預示北京要向更多太子黨開刀 中共內鬥將更加激烈 網路作家李緬應則談到 習近平懼怕紅二代聯合起來發難 所以要削弱鄧蒲方的影響力 因為鄧蒲方是山頭後台之一 鄧蒲方去職 也是對其他紅二代的一個警告與暗示 李緬應提及 因為缺錢 中共當局就開始想把一些紅二代 太子黨的錢給挖出來 而這裡面鄧蒲方就是有代表性的投揚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 從目前的態勢看 對習近平不滿的人還不太容易聯合起來共同行動 但發生某種政變的可能性正在加大